新北市一百空人年度公告過期 還沒辦理繼承定期不動散 已經在六月底的公告期末 而且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在八月開始列車管理 提供還沒辦理的民眾要趕緊定期 新北市三中提供事務所統計 社內三中六十区有完有八十五個公告 與其沒有辦理繼承定期的土地 會再是建造物 目前已經被列車管理 我們每年都會公告 公告三個月 至今就是公告期滿 六月底期滿 然後到了八月一號是列車管理 所以大概辦妥的話只有一成五而已 所以也就是說還有八成五的民眾 還是沒有把他們祖先的財場辦繼承 其實繼承定期沒那麼困難 只要到貨人事務所、古稅教、稅關機關 新清相關的資料和新保遺產稅頂頂 只要以相關的問題和新清主來辦理定期 就是說你就只要去跑幾個機關 比方說跟我們人有關的是去跑護證事務所 去申請被繼承人還有繼承人的相關護籍等本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要去報稅 那一般報稅的話就是國稅局 那邊可以去申報遺產稅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去跑地方稅券機關 那邊可以查簽如果你有房屋是查簽房屋稅 如果你有土地的話是查簽地價稅 然後這些都跑完之後就把相關的證明文件 都帶過來我們地所 如果你是新北市的標的 任何一家新北市的地震事務所都可以來辦理 第一次也禁止報提起民眾 列冠十五年期間 民眾有完可以新版繼承定義 而且南路繼承的關於平定 不因為路行繼承人嫁出去後就沒有繼承權 記者請將林均爐三中菜方報道